2023年4月9日相差40岁的爷孙恋中的男主角李昆成去世了 这对爷孙恋曾经轰动一时 他们在一起时 男方李昆成57岁 女方林静恩才17岁 现如今过去了10年 这对爷孙恋随着李昆成的去世落下了帷幕 回想当初 林静恩为了这个大自己40岁的男人和父亲闹番甚至辍学 闹得满城风雨 无独有偶 娱乐圈里也有这么一个喜欢比自己大30岁男人的女孩子 她就是杨彩玉 杨彩玉是娱乐圈少有的才女 陈金飞则是著名演员刘亦飞的感叠 究竟两个人是怎么组到一起的 杨彩玉又为何要选择一个可以当自己父亲的男人当男友呢 难道真的是涂她年纪大 涂她不洗澡 2003年一部哪吒传奇横空出世 瞬间成为了全国儿童最喜欢的动画片 每天准时准点守在电视机前 听片头曲《少年英雄小哪吒》 而这首贯穿我们整个童年的神曲《少年英雄小哪吒》的演唱者 是一个叫杨彩玉的小女孩 当年年仅11岁的杨彩玉 打败了众多竞争者脱颖而出 但她的才能远不止于此 从小就学习各种才艺 读完五年级直接跳几道初中 简直是神童 那时候杨彩玉本来会这样继续在中国读书 但是初二那一年 杨彩玉得到了去美国参观十大名校的机会 当她行走在美国名校的林荫道下时 便蒙发了去美国读书的想法 但是当杨彩玉回国后 和父母说自己想出国留学的想法时 却遭到了反对 杨彩玉父母觉得她还太小 一个人出国怎么能够照顾好自己 但是杨彩玉打定了主意要出国 父母也实在是拿她没办法 只能是由着她送她出国了 杨彩玉到美国的第一所高中 只有150多个学生 这所学校的课程对于杨彩玉而言实在太容易了 所以她便自己决定重新申请转学换高中 周围的同学都觉得她不可能做到 但是她不信这个协 于是开始准备各种各样的考试和资料 最后转学进了美国排名第十名的高中 但是来到这个高中杨彩玉又后悔了 这个学校的学生都是各个国家的尖子生 而她在这个学校要想毕业要想跟得上 就必须付出120分的努力 我一个月写80篇论文 每天还要学习三个小时 写到半夜崩溃到嗷嗷哭 对于那时候的杨彩玉而言 最幸福的时光就是周五晚上 她可以点一个重餐 然后看看去放松一下 幸福感简直爆棚 不过好在黄天不负有心人 她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 在美国高中毕业之后的她 同时被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 波士顿大学等五所大学的传媒专业录取 或许是因为父母都在中国 也许是因为受够了美国的压力 想回国发展 她拒绝了中国知名大学的邀请 选择了回国报考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 并且和周东宇鼓励那扎成为了同班同学 按道理来说 杨彩玉一路走来特别不容易 天赋一顶 才华横溢 势必会有远大前程 然而就是这么有才华的一个人 毕业时却选择了一条让人意想不到的的路 她在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之后 选择报考哥伦比亚大学戏剧系研究生 在经过了三轮研科的考试后 她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然而她却选择了进娱乐圈发展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或许对于杨彩玉而言 演系才是她的终极梦想 因为过去那些年所付出的努力 所以毕业之后 就得到了1980年代的爱情的要约 是拍戏还是继续深造学习 她选择了前者 或许在很多人眼里 杨彩玉这波选择选择错了 但是如果她可以兢兢业业的 在演系这条路走下去 凭借她的才华和天赋 未必不能有所成 但是她的路却见走偏锋 越走越不能让人理解 凭借1980年代的爱情 开始肖有名气的她 得到了北京红星舞娱乐 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的青睐 所以出入行的她 便成为了这家公司签约的 第二位艺人 此前这家只有一位艺人 那就是刘亦菲 北京红星舞娱乐 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的 唯一法人是陈金飞 而陈金飞与刘亦菲的母亲 是好友 也是刘亦菲的干爹 所以这家公司的 唯一艺人是刘亦菲 也就合理了 但自从杨彩玉的出现 一切都变了 公司的资源 从刘亦菲专享 变成了两人共享 两人本来竞争的关系 但谁也没想到 杨彩玉有一天 会成为刘亦菲的长辈 杨彩玉自从签约公司之后 便备受瞩目 没多久便有媒体拍到 陈金飞和一个身穿 白色裙子的女孩子 一起出入 甚至拍到两人在接吻 因为照片测研神似刘亦菲 所以很多人都推测是她 但没想到这个 和陈金飞集吻的女孩子 是杨彩玉 2017年 杨彩玉在公众平台上 发布了自己和陈金飞 在一起的消息 并且文案引用了 这个杀手不太冷中的经典台词 这个杀手不太冷 说的是一个中年大叔 与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之间的故事 而杨彩玉与陈金飞之间 也相差了30岁 杨彩玉此举是为了告诉外界 她和陈金飞之间是爱情 无关乎其他 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杨彩玉和陈金飞之间 是不是爱情不得而知 但是能够看到的是杨彩玉的自愿 自此之后 真的好到让人羡慕 在只有云之道 大江大河二 理想照耀中国这样的高质量影视剧 均有出演 随着杨彩玉的名气越大 越来越多人把她和刘亦菲做对比 两个人都年少成名 都有国外留学后 选择回国发展的经历 都和陈金飞有关系 甚至长相上 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那么杨彩玉会成为第二个刘亦菲吗 她又是否会真的成为刘亦菲的干吗 我喜欢的男人是要幽默 要聪明 要有人格魅力 杨彩玉说这话的时候 旁边坐着的刚好是冯小刚 不知道的人恐怕还以为杨彩玉的择偶标准是冯小刚 但其实那时候的杨彩玉已经有男友了 至于男友是不是还是陈金飞就不得而知了 杨彩玉这几年的资源一直很不错 也因此越来越避讳谈起当初和大自己30岁的陈金飞之间的恋情 这份避讳和胆怯也足以让她没办法成为第二个刘亦菲 刘亦菲的确是和她的成长经历很相似 但是不同的是 刘亦菲身上有着杨彩玉没有的坦荡和从容 这并非采高捧低 只需要看看刘亦菲过往的一些发言就可以了 曾经有人质疑刘亦菲棒大款 但是刘亦菲却直接说自己不需要靠男人生活 自己挣的钱够自己花 曾经朗朗父亲说 刘亦菲追求朗朗还被嫌弃 刘亦菲直接说弹钢琴和弹棉花在她眼里没什么区别 刘亦菲似乎并不怎么在乎这些流言蜚语 她有演技有美貌就算不营业也能够一直火到今天 就算不是北京红星物娱乐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的唯一艺人 她的资源也不会差 近几年刘亦菲的作品一直都很不错 梦华路花木兰 去有风的地方中的演技让观众们再次认识到 刘亦菲不仅长得美若天仙 演技也很好 反观杨彩玉 她的资源也不差 最近还出演了欢乐颂四中的方志恒 欢乐颂系列起初一直不错 特别是第一部评价清一色都是好评 然而从杨彩玉出演的欢乐颂三开始便一路走地 评价不容乐观 所以杨彩玉进圈以来拍摄作品不少 一直以来都没有所谓的爆点 而刘亦菲进圈以来拍摄的作品不多 但是每一部的成绩和表现都可圈可点 归根结底还是和杨彩玉走的路有关吧 正所谓靠山山会到靠水水会流 这就是娱乐圈 有人选择兢兢业业 也有人选择走捷径一步登天 但总归要付出点代价 甚至结果还未必如愿 而杨彩玉曾经梦寐以求的事业 如果再不出现一个爆点 恐怕在淘汰率极高 且新人辈出的娱乐圈中 他可能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 有人说杨彩玉不是第二个刘亦菲 而是第二个林静恩 但杨彩玉这段爷孙恋 和台湾李昆成和林静恩那段有所不同 林静恩的成长中缺乏父爱 生活条件也并不好 没有多少好朋友 所以在他昏暗的生活中 遇到一个条件好一些 对他关怀备至的老爷爷 便容易以为是爱情 但从杨彩玉的成长经历来看 不难看出 她是一个骄傲 努力 自信 聪明的女孩子 但是当她选择了陈金飞之后 所有的努力都会被带上标签 所有的成绩都容易被受到质疑 更重要的是 她的人生仿佛走向了林静恩的旧路 终有一天 陈金飞会嫌她一步离开 那时候的她 或许正值青春年华 到时候又该如何自处 如何面对流言蜚语呢 这段相差三十岁的忘年恋 能维持多久呢 她之所以走到今时今日的这一步 都是她自己的选择 人生的每一步路都有因果 选择了便要承受后果 当然她的父母也有一定的责任 虽然社会一直在宣扬 在爱情里年龄不是问题 所以娱乐圈也有很多年龄差 比较大的情侣或者夫妻 例如吴奇隆和刘诗诗之间相差了17岁 周杰伦和昆林之间相差了14岁 还是仲利体和张伦硕之间相差了12岁 但是他们至少都是同辈 这个杀手不太愣算是爷孙恋的鼻祖电影 电影里他们的感情固然真之浪漫 但是电影终归只是电影 在爱情里年龄不是问题 但是应该有个度 女孩子的青春就那么多年 在最好的年华 却和一个大自己30岁的男人在一起 换作任何一个父母都很难接受 然而她的父母似乎没有阻止她 并且让她自己做选择 尊重孩子的选择重要 但是在孩子还不够成熟的情况下 及时给予引导和劝阻也很重要 现如今杨采玉才31岁 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相信31岁的她对于感情 对于演戏有了不一样的理解 希望31岁的杨采玉 能够在感情方面更加深重 拍出更好的作品 如此才能不辜负十多岁 就远赴国外努力学习的自己 由于介绍主 容器 最高的音乐 最后一步的判断 并且她的工作人员 最后一步的发明 写购畅 和我这么大 最后一步的发明 最后一步的发明